今天在全聯買了這兩款德國萊布尼茲迷你脆餅 我在搜尋萊布尼茲資料的時候出現一大堆微積分教學影片 Wiki說他是跟牛頓前後發明微積分的人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數學課 我們是餅乾試吃 我們就兩款都來吃看看吧 我先吃原味奶油脆餅 包裝外型讓我想到之前吃的雪之戀萬聖節限定款 開帶有聞到奶油脆餅的味道 餅乾真的很小一個 上面有刻品牌名稱 吃起來完全就是口糧餅乾 一包還定價69元 還好我是買一送一的時候買 口感就是硬脆的餅乾 整體就像10塊錢那種口糧棒 多了奶油風味這樣 不過為什麼德國餅乾是波蘭製造 波蘭被德國攻打之後學會了他們的餅乾技術嗎 我記得吃巧克奶油口味 單面塗上巧克力 總寬度看起來跟原味奶油一樣 所以感覺麵體的部分比剛剛那款薄 只吃一片感覺很沒存在感 吃多一點覺得甜甜的巧克力味 幾乎完全蓋掉餅乾的原味 不過還是有餅乾的酥脆口感 我覺得蠻好吃的 但我吃到一包快完時覺得很甜膩 如果不是自己一次吃完一包會好一點 今天這兩款個人是覺得不難吃 不過波蘭進口的德國口糧餅 每活動時一包100克特價59元 趁買一送一買來嘗鮮還可以 當常備零食比較偏奢華 喜歡零食心得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或是留言聊聊你的看法喔 大家掰掰